HELLO 大家好 我們早安我是電掃少女恩 這個禮拜天氣超級不穩定的 一下超熱然後一下突然轉涼還下大雨 大家記得要注意溫差然後要做好保暖 也別忘了出門在外要請洗手戴口罩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喔 那本週一樣為大家帶來三則科技新聞 首先第一則新聞呢 就是華碩他們有在上個月底的時候預告說 會在台灣時間5月13號的凌晨1點 舉辦 Zenfone 8 系列新機的發表會 眼看就是下週啦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已經有非常多 關於 Zenfone 8 系列手機的一些傳聞跟爆料了 而且很多還是華碩他們官方自己爆料的喔 接下來我會列出就是好幾張 由華碩他們官方推特就是自己透露出來的圖 首先這張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螢幕上面有四個8 所以大家就在猜測這次的 Zenfone 8 應該會有四款機型 分別是 Zenfone 8 Mini、 Zenfone 8、 Zenfone 8 Pro 跟 Zenfone 8 Flip 再來這張螢幕上 Smoothness 的字樣 可能也代表著會有高更新率 那如果就是大家仔細去算一下的話 會發現這張螢幕上面大概有120個左右的這個零 所以也代表著呢 Zenfone 8 很有可能會來到最高有122個的螢幕更新率 除此之外 用戶們心心念念的耳機孔也非常有機會會回歸啦 再來如果是剛剛眼睛構肩的太友 應該有發現 嗯 螢幕上好像有挖孔的設計耶 如果真的成真的話 那就代表著說呢 Zenfone 8 系列會是華碩旗下 首款採用挖孔螢幕設計的手機唷 加上你們看下一張圖 它這邊好像暗示著說 這次會支援 IP68 的防塵防水 這又間接代表什麼意義呢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前兩代的 Zenfone Zenfone 6、Zenfone 7 他們都是因為採用翻轉鏡頭的設計 因為結構上面的關係呢 所以讓它沒有辦法做到防水等級 但這一代既然有支援防水的話 是不是就表示沒有翻轉鏡頭的設計了呢 我自己是覺得這次 Zenfone 8 傳聞中的四款機型 應該只會有 Zenfone 8 Flip 這款是保留翻轉鏡頭設計的 其他三款應該都會改採用最新的挖孔螢幕的設計吧 那除此之外呢 這次 Zenfone 8 全系列呢 據說都是會配備高通燒龍啪啪啪的處理器 那記憶體的部分呢 最高會有16GB 而電量的話據說也蠻高的 那不知道還有什麼彩 但是它我們希望可以看到的呢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給我囉 接下來第二個新聞 傳出蘋果也有可能要推出 Hi-Fi 無損音質囉 根據外媒 MagRumas 的報導指出啊 有人從 iOS 14.6 的 Beta 版中呢 發現了疑似是無損音質的相關字樣 包括 Lossless Audio 啊 還有 High Quality Stereo Streaming 等等的 覺得呢 感覺就是在暗示蘋果很有可能 會在他們的 Apple Music 的服務當中 加入 Hi-Fi 無損音質的選項 提供用戶呢 可以聽到更純粹然後無壓縮的音樂 不過呢 也有消息指出這個 Hi-Fi 無損音質啊 有可能只會適用於 AirPods Pro AirPods Max 還有後續發表的新耳機們 那最快的話呢 可能近期就會有進一步的相關消息 不然可能就要等到 6 月份的 WWDC 才能揭曉囉 那目前呢 包括 KKBOX 啊 還有 Spotify 其實都已經有提供無損音質了 我還蠻好奇它有沒有聽過嗎 你們喜歡嗎 因為其實無損音質啊 它就是音樂最真實 然後完全沒有被修飾過最原始的樣子 所以可能像歌手的純實聲啊 或是口水聲 就會因此被放大 不一定每個人都會聽的習慣或是喜歡的 那也很歡迎就是有聽過無損音質的 它我們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心得喔 最後一則新聞 再過兩天就是母親節啦 它有沒有想好要送媽媽什麼了嗎 還沒想好的話也沒關係 這邊Line購物非常貼心的幫大家列出了 三大類的明星商品 包括流行時尚啊 全能生活還有3C家電通通應有盡有 像我就覺得這份3C家電的榜單啊 還蠻適合它我們來當作一個參考的 像我自己就還蠻想要送一個金膜槍給我媽的 因為像他最近平常有在使用的一個按摩枕啊 就最近有點快要壞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送到一個金膜槍 應該算是還蠻實用的 他應該會非常喜歡 而且現在Line購物呢 針對母親節這波呢 還有推出了一個好禮的活動 用戶們呢 只要去開通Line的購物護照 並且每天都去簽到 就有機會可以免費獲得大禮喔 那這個禮拜的大禮呢 剛好是3C家電類的 幸運兒有機會可以用0元帶走iPhone12喔 不要說有好康都不就 那我們趕快去試手氣吧 其實現在在Line購物上呢 已經有超過500件的商店 跟3000萬筆以上的這個商品了 那還可以讓用戶直接一站比價 同時還可以賺LinePoints的回饋喔 那這波母親的檔期呢 只要你在Line購物上購物 還可以就是獲得LinePoints的這個加碼優惠 據說官方這次預計要送出 8800萬點的這個LinePoints點數 想要累積LinePoints的他有就趁現在啊 另外呢Line近期也公布了自家的 女力消費洞察報告 還有列出的就是年齡層的送禮分析 以及呢12星座他們的這個購物榜單是什麼 幫你列出就是各個星座的媽媽啊 可能喜歡怎麼樣的送禮的方式 像我媽她就是愛家代表巨蟹座 那我可能送她像是氣炸鍋啊 或是吹風機就很合適 那我們就可以再參考看看囉 針對Line購物這一波母親節活動呢 電塔上網的官網也有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就記得把握這周母親節檔期的時間 趕快到Line購物上購物吧 而且這段時間呢還要免費貼圖可以下載哦 好的以上就是本週的科技小電報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了幫忙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記得追蹤電塔上網的IG哦 那下次見啦掰掰